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兴趣当然是工作 如果你不乐爱漫画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开漫画店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 漫画界真的是很蓬勃发展 大概是在2005年到2008年左右吧 几乎每一个答案 他们都很有野性的想到设立一间漫画店 但是因为他们不会经营 所以很多漫画店的话 开得很快也会跌得很快 那个可能用夕阳来形容 可能不足以可能用流星吧 或是会议性这样散掉就是了 我觉得影响到漫画店 比较不难生存最大的原因 不是他们online看漫画 而是现在很少人看漫画 现在的人很多人是不阅读 我们算是走进人家讲的异义时代 就是好像现在疫情的关系 现在上课也是上网课 然后他们也不需要买书 还是买资 可能现在老师教学也是用视频 所以变成了他们会对一堆文字厌倦 所以实体店它比较难经营下去 可能就是别人已经没有这个习惯 市场上没有需求 你可能经营方面就比较难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人想要买书 最近的话我们还有尝试做了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我们会有提供技术的服务 在网络上我们也可以努力地宣传我们自己 让别人知道我们有间店在这里 所以的话那些愿意拿着书本阅读的人 他们都会找得到我们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前进的话 就是说当社交媒体网络的发达 造成我们伤害的同时 我觉得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所以看你怎么样是把你的劣势 转成优势 或是说这个状况下你怎么样顺势而为 如果你纯粹用一个企业的经营的看来 的确是 甚至说西洋行业是过欲了 就是赞美了我们 但是如果你以一种阅读的东西来说 不是以企业的角度的话 我觉得说这种东西没有热处跟热肉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想要阅读的心 乐乐交替我们依然会坚持下去 感谢您的心 感谢您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